黄河丁家 长江江家 蓝沧江一家 三家各守着一条水域做生意 什么生意 修墓 几千年来为王侯将想修建水下陵墓 这叫索金汤 而经时过境迁 大部分旧族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 那些无人认领的墓葬 也就成了水霄涉足的藏宝地 进入水下陵墓取宝 叫开金汤 三大家族中最强者称为水霄 这是种特殊人类 不仅能在水中自由呼吸 还能使用各种水下战绩 但水霄的基因极其稀有 每家每代只出一个 故事就开始于 一家一次开金汤 发生了可怕的意外 导致全族灭门 只剩一个小女孩易萨 并且莫名其妙成了水霄 为了查清当年的真相 和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 易萨踏上一条波云诡论的冒险之路 电影改编自斯藤作者 鲑鱼的同名小说 或少书粉都赞叹还原度很高 不管是开金汤的场景 还是宏大的水下陵墓 都设计的相当到位 选角也非常贴合原著形象 易萨的高冷漂亮 中行的单纯耿直 丁玉叠的傲气自恋 因为是水下盗墓题材 所以有大量水下镜头 为了保证真实效果 最省力的办法 是像海王那样 从内拍摄 然后找特效公司加水 要做出每根头发丝 在水里自然浮动的效果 真的牛 但也真的贵 要知道海王的成本是1.9亿美元 而三线轮回 作为一个质朴的剧组 导演思来想去 选择了最笨的办法 实拍 没错 拍摄 摄影师要背着氧气灌拍 演员要憋着气眼 还有大量动作戏 对身体和精神 都是相当大的负担 由于水的阻力 才会影响威亚老师的判断 无疑又增大了风险 降低了拍摄效率 但即便这样 他们还是认真对待每一个镜头 最终才能呈现 让观众满意的效果 这样诚意满满的网络电影 着实不多 感兴趣可以去搜索观看 支持一下 红月 还有人影 糟了 这次开金汤出什么事了 就在十分钟前 他的家人开出来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义萨连人带车拖走 这就是他记得的全部经过了 第二天 义萨在河边被人发现 四周全是一家人的尸体 姐姐和姐夫却消失不见 奇怪的是 本该属于姐姐的组牌 挂到了义萨脖子上 更奇怪的是 义萨从此代替姐姐 成了一名水箫 二十年后 长大成人的义萨 每天都在寻找当年家族灭门的真相 这天 他在柬埔寨寻到一座水下古墓 熟练的通过所有机关后 义萨来到一座巨大的宫殿 两侧的神像雕塑 代表牧主人身份不凡 高台上的九头纳家像 更是王室象征 一切都说明 这就是迷失千年的高棉王墓 义萨取下组牌 当作钥匙插入棺盖镇中的孔洞 瞬间启动了机关 一股寒霜猛然袭来 好在义萨反应迅速 翻身躲过寒霜 才没被紧碎而至的乱箭射死 接着 他打开棺谷 在高棉王井后 找到一块硅甲 而这硅甲 本是义甲祖上的传承物件 原来 水霄氏族共有三家 分别是黄河丁甲 长江江甲 和蓝层江义甲 数千年来 三家各管一条水域 为王侯将相修建水下陵墓 而经时过境迁 这些水下陵墓 也就成了水霄氏族的藏宝地 而高棉王的陵墓 就是义甲祖上修建 传承硅甲 应该是内势流落到这的 硅甲上记载着 水霄氏族最大的密葬 祖元金汤 此为三姓之祖 三江之源 需要三味水霄 及其三块祖牌 才能开启 否则贸然进入者 必死无疑 而二十年前 姐姐在扎取河下的金汤 就是这祖元金汤 义甲刚想通这一切 被盗的高棉王牧 启动了自火 放过了 但这种程度的危机 还困不住义甲 她奋力一跃 朝着出口冲去 只是在这一刹 她似乎看到了姐姐的身影 仿佛想对她说什么 逃出生天后 义甲碰上一个溺水的男孩 她本来不想管 可男孩胸前的石头 引起了她注意 这竟是失传千年的江家祖牌 本该属于姐夫将军 不知为何会在她身上 义甲救了男孩 并叫来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丁家水霄 丁玉蝶 当丁玉蝶看到江家祖牌 激动的想当场挖出来 在两人逼问下 男孩把自己的来历全盘拖出 他叫宗航 是个富二代 出门旅游时遭到抢劫 那伙劫匪不劫财也不劫色 偏看中了她身上的石头 可这石头是千年前祖上船下的 他拿舍得给 逃跑时 他被打落水中 然后又伸中竖枪 本该必死无疑 没想到祖穿石头 竟然溶进他体内 随后招来大量鱼群 护住了他 之后 他身上的枪伤自动愈合 还学会了在水里呼吸的本事 组牌 冰死 金汤学 估计这三样 让他误打误撞成了谁 最后 易撒跟丁玉蝶说了 祖元金汤的消息 现在 三组牌已经几几两块 丁家组牌等丁玉蝶回去借来便是 而宗航这小子训练下 也能跟他们凑成三水箫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只是 易撒心里还藏了个秘密 没跟任何人说 每月十九号 他都会在自己身上 闻到一股湿臭味 这气味深入骨髓 不管怎么洗 怎么遮盖 都无济于事 发病时 他还会变得格外暴躁 要靠致死量的兽用麻醉剂 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 而这种绝症 是他获得超能力的代价 他叫易撒 是名水箫 不仅能在水中自由呼吸 还有着超乎常人的体能 可这能力不是天生的 而是二十年前一场意外 祖牌赋予他的 但后天变异的水箫并不完美 身上的血液会渐渐坏死 理智会慢慢丧失 最终将变成如毛影醒的怪物 幸好 易撒在祖传龟甲上 找到了自救的办法 祖元金汤中藏着一种秘宝 水晶胆 只要吃了它 不仅能补足后天水箫的缺陷 还能让人变成最强水箫 进入祖元金汤 需要三组牌三水箫 丁家组牌丁玉蝶回去借了 而宗行的水箫试炼 也来到最后一步 破鱼 宗行立马怂了 想打退堂鼓 易撒把他按到椅子上 拿出一根小鱼竿 请他尝尝 宗行本就对易撒一见钟情 现在见到易撒这么温柔的样子 他耳朵根都红了 可下一秒 他就见识到了什么叫 越漂亮的女人 越不能信 原来后天水箫还有个缺陷 就是对核鲜严重过敏 刚刚那根小鱼竿 对宗行来说就是剧毒 易撒走到他身后 拍了张照片 只见他颈后血管已经发黑膨胀 宗行在窒息中倒下 那股剧痛也从颈后 蔓延至全身 见他实在撑不下去了 易撒采用兽用麻醉剂 帮他缓解 并告诉他 只有祖元金汤中的水晶蛋 能救你的命 就在这时 当初抢宗行主牌的那伙强盗 找了过来 要把他们都抓走 急怒之下 宗行爆发了 骗子 易撒也趁其出手 很快打了他们人仰马丹 这时 一个喽喽想从背后偷袭 宗行冲过去抱住那人 掉进了鳄鱼池里 水面涌出一股鲜血 易撒慌了 在生死刹那间 宗行竟然误打误撞 完成了破鱼 两人也赶紧逃离现场 但那伙强盗 可不会善罢甘休 原来 他们是丁家长氏 丁长盛的人 二十年前 易家在扎曲盒翻锅 他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 当时除了易撒 即使还有一些幸存者 但都变成了丧失理智的水晶 包括易撒的姐姐和姐夫将军 丁长盛将他们秘密关押 企图找出凡人 变成完美水晶的方法 如今 他终于在易撒和宗行身上 看到了线索 此时的易撒心情复杂 躺在河底静心 宗行也找了下来 静静陪着他 经过这段时间相处 还有白天那场舍命相救 易撒不得不承认 自己对宗行也动了真感情 可是 水晶弹只有一份 他和宗行只能活一个 在静谧的水中 易撒不顾一切地追上宗行 仅仅和他相拥在一起 然而 这只是易撒的幻想 回到船上 丁玉碟已经带回了丁家组牌 易撒却感到很奇怪 因为丁长盛不可能这么轻易交出组牌 他用力一扔 没一会儿 丁长盛带着大队人马追了过来 对方人多势众 易撒只能暂时妥协 答应带他们一起进组园金汤 于是 易行人来到二十年前 易家翻锅的地方 这次有了三水销三组牌 成功打开组园金汤的大门 世上最神秘的藏宝地 也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 沉睡着无数冤魂的死亡船种 恐怖的食人蛤蜊 还有不同时代的石化人 易撒他们要怎么闯过重重难关 最后的水晶弹 又将被谁得到 这就是最近爆火的冒险篇 三线轮回 改编自斯藤作者尾鱼的同名小说 脑洞之大 设定之离奇 简直太过瘾了 而且到这里 还远远不是故事结尾 你以为丁长盛是大反派 他在地牢里对将军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不是将军对吧 明明失去理智的将军 突然像变了个人 仿佛被什么东西附身一样 露出诡异的笑 还有 姐姐多次像鬼魂一样 出现在易撒身边 对他重复说着 这部电影从不会买没用的伏笔 二十年前 易撒那句 还有他在车上听的歌是送别 都在预示着翻锅惨案的发生 那么将军的异常 和姐姐的警告 又在预示着什么 我已经在期待第二部了 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 赶紧去搜索看看吧